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堂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一样的,再提醒你呢,如果你需要我的这个教材,就这个课程的教材,那你就到我的这个博客来下载,这样就可以了,免费下载。 那么这个教材呢,是来自我2009年的所写的这本书,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就是介绍这个Bridge的模式。 那在这个模式当中,我首先呢,要来说明这个Bridge模式的美妙的地方在哪里,那它的焦点在于这个implementation,就是始作, 在上一个例子当,上一个单元当中,我们有讲过这一个strategi,就是车类模式呢。 车类模式只要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组合车类,就是不同的这种变化跟抽换,所以呢,我们会把这一个车类的部分,把它独立出来,那形成一个, 一个类别的组成体系,然后就变成一个抽象的车类,以及呢,这个具象的车类,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就把这个车类,譬如说,我们有一个climb,那现在因为有好几个车类,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车类呢,的相关的复杂性,的可变性,可抽换性,把它转变成这个类类,那么它就可以来做这个抽换的动作, 它可以这边来new它,new它,随时new它,可以随时改变,就可以抽换,OK? 这是针对车类的,那么在上一个单元呢,又有针对这个state的,因为这一个climb有好几个状态,每个状态有不同的复杂的行为, 所以它就依照状态来产出具体的类类,然后呢,来把这个细节的,这个复杂的细节把它包装在这个类里头, 然后,呈现出一个简单的细,OK?把复杂包容在里头,那么在这里的bridge模式呢,就是N系这样的一个概念,这里主要是针对不同的implementation, 针对不同的implementation,这边是针对不同的策略, 所以它有它的复杂的代码,这边是针对它的状态,有它复杂的代码, 这边针对这个实现,它有它复杂的代码, 所以不同的这个implementation,把它变成一个implementation的类, 一个迹象的类,这边也变成一个迹象的类, 那这边就变成一个专门针对implementation的一个继承体系, 那它是,这一个bridge的模式可以从 strategy,state,implementation,这样把它推出来,OK? 待会再来继续说明, 那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那还有这个对称之美,这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明, 之后呢,它会介绍这一个刚offord的bridge的模式图, 那我们就是从委托跟bandband分离来谈起, 那最后呢,我们会说明,以android框架为背景, 说明呢,这个bridge的模式在android框架里头呢,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的应用的巧妙, 我会举这个两个例子来做说明。 好,现在我们就把重心放在这个bridge模式的这个使作的这种变化, 就是它有好几种使作的一个途径, 所以呢,不同的使作途径呢,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表示它有它的变化, 我们可以对它来做抽换的动作。 所以呢,在前面的两章介绍的这个strategy跟state的模式, 那这两者都是基于简单的序, 来分别包容复杂的这个聚合关系, 以及多变的状态。 所以易经的昆卦所代表的就是大地, 它代表的就是繁荣多知, 百鸟争鸣,百花争鸣, 处处繁荣,时时都变, 这意味着除了策略以及状态的这个两个层面的这种抽换以及复杂之外, 还有更多层面的复杂都变, 可以让我们去观察以及包容的。 那么现在我们主要观察的就是一个实作在implement这边的层面也有复杂都变。 所以implement,state跟strategy都是一个层面的一种复杂都变。 所以只要我们发现有这种多变的出现, 我们就可以思考如何用简单的戏去包容它。 就像古代的大鱼治水, 发现黄河是多变的, 因此它就想办法去包容它的多变。 那么除了包容它的多变, 还容许它的变, 还鼓励黄河更多变。 所以如果你所使用的这个途径确实能够有效包容某种层面的多变, 而且理事不爽的时候, 就表示你找到一个pattern咯, 就给它起个名字吧。 除了上市的策略状态两个层面的复杂多变外, 还有一个使作面的复杂多变。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想去包容这个使作面的这种复杂多变, 让它成为可以抽换的一个模块。 因此就发现了一个叫做Bridge的模式咯。 那我们要欣赏这个Bridge模式的资美呢? 那我们要从它的对称来说起呢? 那我们就引用那个安因斯坦的这个相对的概念来做个简单的说明。 当某些事物在变化中有所不变, 那就表示呢, 这个事物找到了对称性。 对称性。 像说一个心字, 如果两边呢, 你把它这样子的一个, 把它旋转, 这个左右旋转呢, 180度, 结果你看到的是不变, 有没有? 把这个心, 把它转, 左右转180度, 那是不是你看到的是不变的?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M字, 把它转180度, 也是看到不变的。 好, 那么你如果是这个正方形, 那把它从这边旋转90度, 那你也看到的是不变, 看到的是不变, 所以在某种变化中保持不变, 所以呢, 这表示呢, 正方形有对称性, M也有对称性, 心也有对称性, 有没有? 所以这叫做对称性, OK? 那如果你把某个对象变换了, 其情绅, 形状不变, 那你就找到一种对称性了哦, 那么一个正方形, 把它旋转90度后, 就形状而言, 它是不变的, 因此呢, 你已经看到不变性了哦, 也就是你找到的对称性了哦, 找到的对称性, 也就是寻找到不变性, 让我们在不同的形象的外貌中, 发现有其M概住的相同之处, OK? 那这一个相同的地方, 这个隐秘的对称性, 就隐藏的, 看不见的架构, 代表的单纯美丽的这个细哦, 单纯美丽的细, 当然不仅仅是形状的对称, 时间也会有对称, 观点也会有对称性, 例如说, 你在地球看太阳, 看到了太阳绕地球转, 反之, 你想象坐在太阳上看地球, 看到地球绕太阳转, 这两个观点, 表面上是相对的, 其实是对称的,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无论你是从地球的, 这个, 你会发现地球跟太阳的这种相对运动, 并不会因为这两个观点的变化而变, 所以, 这两个观点的转变, 的转变的背后, 有看到的是地球与太阳的这种不变性, 那你就发现, 观点变化中, 有所不变, 就找到相对性咯。 好, 那谈这个相对性要做什么呢? 所谓这个对称性, 叫Symmetry, 呈现了自然的单纯, 就是简单, 跟他的美丽, OK, 最重要就是, 在谈这个咯, 对称性呢, 呈现出自然界的单纯跟美丽, OK, 杨振宁呢, 就写过这个一篇文章说到, 谈到呢, 十分复杂的实验中, 所引导出来的一些对称性, 具有高度的单纯跟美丽, OK, 单纯跟美丽, 这些发展, 给了物理工作者的鼓励跟启示, 渐渐了解到自然界的现象, 有着美丽的规律, 他们希望了解这个规律, 对这种观念有很悠久的历史, 古代就有了, 这种观念发展到音乐, 文学, 也会画雕刻都有, 都有极密切的关系, 这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家都想去好好的应用, 所以美的重要性在于科学跟软件是相同的, 在软件的史上呢, 发展脉络上, 软件人也很, 常利用对称性来追寻, 这个深层的美, 它的单纯跟美丽, 也就是它的一个系, 例如呢, 在手机领域里头, 除了Android之外, 还有WinMobile, 还有IOS等等平台, 还有Win8, 这些平台都可以, 汇出单纯的, 一个常方形, 基于State模式之下, 就可以得出这个图咯, 所以上面是在讲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对称性, 背后呢, 会产生对称性, 背后都会有自然界, 或是它的隐藏的单纯跟美丽, 所以我们当我们发现到对称性的时候, 那意味着我们已经发现到, 背后的这种架构咯, 背后的架构咯, 这边有谈到, 都已经看到了, 背后呢, 看不见的架构咯, OK, 那这种架构呢, 代表的是单纯跟美丽, 单纯跟美丽, 这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咯, 现在要画出, 一个正方, 一个四方形, 那四方形呢, 可以由这个Android的平台, 来画, 也可以由WinMobile来画, 对不对, 那这两边的改变, 这一个变成这样, 变成这样, 它的改变, 但是, 你发现, 这种改变呢, 并不影响这一个, 这边的改变, 也不影响, 这边的改变, 甚至不影响画出图的, 图案的改变, 都有可能, OK, 尤其这个结构, 这个都没改变, 它两边的变, 但是背后隐藏着不变, 那这个不变呢, 就是, 它的一种对称性, 就是变了之后, 就发现, 这里有不变, 那么, 这就是, 印含的, 单纯跟美丽的所在, OK, 那么, 两个平台之间的, 就外貌来看, 是相对的, 但该如何看出, 它之间的, 的对称性呢, 当我们拥有, 心中怀有这个模式的时候, 从Android, 变成WinMobile, 那么, 模式里头的抽象类, 就包括Rectangle, 跟Clifon是不变的, 这是不变的, 因此呢, 我们发现了上图两个复杂多变, 是对称的, 是对称的, 其幕后的不变性, 就是这个的, 它这两个是相对的, 相对的这种角度, 然后呢, 背后是有不变的, 那这个不变性, 就印藏的单纯跟美丽, 所以这个不变性, 是有再次表现在这里, 那么对称性, 也就是可变性, 表现在这里, OK, 所以它两个是相对的, 那这个是不变的, 那相对的是, 你可以看到出来, 它的不一样,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来介绍bridge模式咯, 首先, 来复习一下, 这个委托的概念, 因为,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state strategy, 跟这个state的两种模式呢, 都是依赖在这个委托上, 也就是把某些始作部分, 或是会变的部分, 把它写到另外一个类里头, 然后再调用它的函数来执行, 那么这叫做, 委托, OK, 所以现在, 有一个画长方形的类, 那么, 它要, 这一个, 叫它来画, 这一个线条, 对不对, 叫它来画线, 那画线呢, 它就会画在N左以上, 画在N左以上, 那这样子, 表示呢, 它没有做委托的动作, 它把这个, 发现的细节呢, 就直接写在这个tangle里头, 好, 那这样的一个代码, 很好写, 就直接呢, 在里头就把这个, 啊, 实践的代码, 全部写在这里头啦, 那, 这个非常的简单, 来new一个, mectangle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 再进一步的, 在拙奈的函数, 将使用Android平台的绘图功能, 啊, 这没问题, 啊, 这个, 所以呢, 它就把它独立出来咯, 独立出来一个拙奈, 啊, 然后呢, 它就包含两个平台, 啊, 这个是, 可以含瓜两个平台, 所以就把这一个, 啊, 跟Android有关的部分写在这里咯, 啊, 写在这里咯, 啊, 就是把它做这个委托的动作, 啊, 这里叫做, 啊, Delegation, 啊, Delegation,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啊, 这一个, 这个, 这个类, 就将这一个画图, 的一个实作部分, 委托给这个Android类咯, 啊, 现在写一个程序来实现它看看, 啊, 所以呢, 我们写一个rectangle, 啊, rectangle, 然后呢, 啊, 会来, 啊, 这个拿实作的平台, 就是BF, 所以叫它去, 啊, 画图, 啊, 叫它去画图, 啊, 然后呢, 这一个PF的形态是Android, OK, 是它的实现的平台, 啊, 因此呢, 啊, 这个, 在Android里头呢, 就实现了Jornite, 然后就画图, OK, 啊, 那这里头就是New一个rectangle, 之后呢, 啊, 叫它把这个PF设进来, 所以New一个PF的对象, 那就叫它去画图, OK, 那, 这里平台的多变性, 所以将它委托出去, 是合理的做法, 啊, 啊, 那, 之后呢, 这一个多变性, 啊, 就可以, 啊, 来做变能做抽换, 所以委托是手段, 创造不变的部分, 跟多变的部分, 能分合自如才是目标, 把多变的部分整合起来, 啊, 包容起来, 就是包容改变, 啊, 所以呢, 就是把我们刚刚的, 一个rectangle, 然后呢, 把这个, 啊, 委托出来, 然后变成, 啊, 两, 这边有两个平台, 啊, 所以可以, 啊, 用这一个, 啊, 它来New它, 或者它来New它, 所以随时可以来扣它, OK, 那这叫delegation, 把这一个EG, implement的不同的部分, 把它独立出来, 变成一个竖章结构, 啊, 就跟我们依照state, 把它独立出来一样, 现在是EG implementation, OK, 好, 那我们, 啊, 就是, 啊, 先暂时先说到这里好了, 待会继续, OK, 好, 我们不能够立出来, 我们将来几个小时, 是不是我们将来获运的东西, 我们将来几个小时, 如果我们将来的小时,